快过年了,我们来协作一道沙姜猪手 过年的时候做给家人吃 准备好这些食材 猪手冷水下锅焯水 放少许料酒、葱结和姜片 焯水过程中撇掉浮沫 水开后煮2-3分钟 然后捞起来备用 这猪手看着就不错 猪手放切碎的沙姜 一勺子盐焯鸡粉 少许蚝油和适量的酱油 煮好就不需要再放盐了 用手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猪手都均匀沾上酱汁 抓拌均匀后腌制半个小时 腌制好后放入电饭锅里 放少许老抽调色 腌料汁也放进去 再放半碗多水 盖上盖子煮45分钟左右 煮的过程中给猪手翻2-3次生 让它们收热和上色更均匀 经过45分钟的烹煮 美味的沙姜猪手做好了 酱香浓郁 软糯脱骨肥而不腻 喜欢快来试试吧